各位视频前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湾进步党创党主席林国华博士 今天我要以促进两岸融合 2023年奔走两岸的回顾 这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个人在两岸观察的一个分析 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 首先我是在疫情三年之后的3月份 3月20号我到厦门 那个时候还是要核酸检测 但是走到街上很奇怪 几乎没有什么人戴口罩 等到晚上我跟朋友用餐的时候 我就提出说你们都不戴口罩的吗 他说现在疫情早就过了 基本上来讲走在街上你看到那戴口罩的 大概都可以推定是台湾来的 所以我想因为两岸资讯不是很对等 特别是台湾的媒体一直希望把中国的 丑略那一面把它扣大化 所以基本上来讲大家如果不是青年目睹 根本真相很难了解 这是我要给大家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告白 第二个我是2023年4月5号 应三西省台盟台年的邀请 去参加第三十三届的 这个叫做行军问质的文化节 那到了三西去从太原寺开始参观 去体会中华五千年的文明 那基本上来讲呢 所以没有到过三西根本不知道中国的文明 具有五千年这样的一个悠久的历史 特别是沿途为了要从太原寺到宏桶 要经过很大的地方 到了这个平遥县 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 真的保留下来的古城 自己他们了解 所以说这个古城呢 基本上就是文化大革命 没有破坏的没有被破坏的 唯一留下来的一个平遥县的这个古城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要存旅游的话 我是建议到三西的这个平遥县 这个地方记得要去参观一下 那到了这个宏桶 大淮寺以后呢 说真的能够令人感动的 就是前一个晚上去看这个舞台剧 他掩合了两岸的隔绝 这几十年 造成的一个老兵怎么样的 在台湾回不了家那种情况 我作为一个林氏祖先 林氏中亲的第二代 我的父亲虽然不是随着 三十八年 撤退来台湾的这些人 他是提早来十年 结果来了以后呢 发生了战争回不去了 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 孩子生下来了 不回去 再过两三年 整个中国大陆地区就沦陷了 所以又回不去了 所以我的爸爸是克死一乡在台湾 紧真我父亲的嘱托 我1988年就带了五大镇 回去我的家乡 这个福建省莆田县 去这个家乡看了一下 这个到了那地方以后 才知道原来呢 没有门牌 找不到我的叔叔 后来人家问说 你要找那个金平啊 他现在不姓林 他改姓黄了 搬到隔壁村去了 那后来呢 我期先不是很谅解 后来才知道 这个地域的观念 隔壁的村都姓黄的 你搬到那个去 你不改姓黄 跟你也不能又相处 所以后来我能够体会了解 那到了红彤 我们刚刚呢 请导播来看一下 红彤那个大合照 那个红彤 这个地方 大怀寺这个地方呢 是世界佛物足 文明的一个典范 哇 到了这个地方 我这个组织了 这个三十个人左右的 这个两海峡两岸的交流团 到了那里以后 行根 看到那种盛大的 这个场面 那我那时候是怎么样 特别是当结束以后 我去拜了林寺的牌位 结果呢 我感同身受 我记得说 我必须应该再回去 普田老家一趟 结果呢 我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 我就以2023年 透过这个 这个福建省 这个姓氏沿流 会的一个 姓氏沿流会的安排呢 到了福建普田 去参加 2023年 世界九木林 肯勤祭祖大典 到了那个地方 才知道参加 九木林祭拜的 竟然多达三万多人 外面据说还有两万人 挤不进去 哇 那个实在是 我们讲说 真的令人感动 这个给我一个体会 这两岸祭拜的是 共同的祖先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特别是我今年的 五月十号 我因为自己宠信 佛道双修 所以呢 我五月十号 参加福建省福庆 集办的道教论坛 这个到了这个论坛的时候呢 我在体会 海峡两岸所拜的 不只是同样的祖先 更是同样的神明 这个是给我一个 最大的一个体会 好 那这个是 给我的一个感受 那 2023年的五月二十八号 我应两岸和平志愿者联盟的邀请 到了山西省的西安市 为海峡两岸 自港澳书画名家 白米共 长前共会祖国河山 全国新黑展 第一站到陕西站 去做开幕的致辞 当我住进金刚五格的领袖会团的陕西宾馆的时候 那我个人的感受呢 就觉得说 陕西省的文明 那不是大家在这里看电视而已 到了那个地方你就可以了解 这个陕西省的一个进步 我们常常讲 说地上文明是看山西 因为既有五千人 地下文明要看陕西 大家最知道的就像兵马俑了 还有那些这个历代的皇帝 到他们的这个领路 所以说地下文明呢 看陕西 那这是给我一个 给大家的一个共同一个体会 那我从山西跟陕西 这两个地方的交流中 感受到从台湾看世界 跟从文明骨骼 文明骨骼 我们中国就是了 看世界 那这种迥异 就是说大大的不同 给大家一个 作为一个思维 那接下来 引台同根的海峡百姓论坛 那今年的 5月29号 我应邀 组织了15位 台湾的党团负责人 所谓党团就是政党主席 团的话就是 这个协会的理事长 组织了15个人呢 到厦门参加 第15届的海峡百姓论坛 受到日常人安检 还有贵宾 是接见的礼遇 那这一届的海峡论坛 是首度比照 首度比照的海峡论坛的规模 盛大的规格 在厦门大会堂举行 那以前的话就是说 一年在台湾 另外一年在福建 也许到龙岩 到山林 到福州 到夏文 轮流 但是呢 2023年的这个 这个海峡百姓论坛 扩大举行 它的规模 比照了 已经实施15年的 海峡论坛 非常大的规模 那在这个时刻呢 海峡论坛特别的我讲说意义非凡 那所以我就觉得感受到怎么样呢 中国的高层对于两岸的信誓沿流 行跟温族 左倾交流的这个 这个区块呢 特别的重视了 那等到2023年的6月17号 我受邀参加第15届的海峡论坛 并接受海峡导报 做一个短暂的专访 这是两岸大规模的论坛 海峡论坛呢 基本上大家都了解了 中国跟台湾呢 这个两地呢 有五大论坛 那第一个就是最有名的 所谓俗称的叫做国共论坛 那第二个呢 大家也经常这几天电视看得到的 就是江津文化论坛 再来的话就是干台 江西省的干台论坛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2012年就去参加的 北京的京台论坛 他是由台盟所主办的交流与共享 我从2012 2013 2014 联系三年 我都参加这个论坛 其中2013年 我还担任了这个团长的角色 那基本上来讲 海霞论坛呢 从第五罪一直到今年的15罪 因为前面三年 疫情 但是疫情期间 他还是照办 当然这规模就很小了 还是他不间断 那基本上来 这疫情之后的今年呢 非常扩大的举行 除了在厦门市的大会堂之外 还有够地 就福建省够地 都举办了指论坛 我是选择了到 干桌 到这个张桌 这个营销去参加 根系开张情 扶责两岸亲的营销论坛 这个论坛 结束以后 我就顺道考察了 这个非常有名的东山岛 东山岛是 我们这所谓中国国民党的 这个军队呢 撤退到台湾的最后一战 这个岛 到了那个岛撤退的时候呢 所有的15岁以上的 都被抓去当兵了 所以那个地方的村呢 东山岛这变成整个来讲呢 都是寡妇村啦 变成是这样子 那基本上来讲 到东山岛之外呢 基本上来讲 还有到非常客家象征的 南静的土楼 那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银水窑 因为它有拍摄成电影 所以几世文明 这个南静土楼的银水窑 那个地方去参访观光啦 那最后又回到了张州寺 那张州寺呢 我其实我五年前 我去参加 结果现在去再去看一下 五年的进步 哇 从他们的这个 从他们的简介 张州整个这个 这个团呢 都可以看得到非常进步 那整个张州古城呢 变成怎么样呢 非常有规划的一个观光的地区 这是一个进步 那今年的八月份 八月份 八月十六号 我应上海 前台办主任 现任华东 司法大学 两岸研究所 筹长官 筹长跟所长 那是筹的话 是要练球啦 大伯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跟筹长官两个人的合照 另外一张 这个他是穿黄色衣服 那基本上我来送他 我一本我的著作 我的著作 基本上呢 那这个是 非常有名的 红桶 我们讲说 左遍天涯 红桶世家 那基本上是这样的 没关系 那筹长官所长呢 他在香港还没有回归以前 他就是以这个叫做 所谓新华社的名誉 派驻在香港 所以他曾经来到台湾六次 对台湾来讲 就是台湾通 同时呢 他也是这个孤王会坛 孤王会坛里的 汪道涵的一个 我们讲说他的一个智库 他的一个幕僚 这个幕僚 那从这个 跟筹会长 他这个筹呢 是练筹啦 台湾就是他们练筹 筹会长 那他们来讲呢 他说两岸在交谈的时候呢 必须应用高度的智慧 有时候呢 一字一句都必须怎么样呢 非常谨慎 所以现在来讲呢 我一直促成走向这个 两岸和平 这个关系发展 那现在给大家知道 这个所谓的叫做和统派 那另外的话是一个武统派 基本上我根本是不跟武统派往来的 因为我主张的是两岸关系 应该要渐进融合 两岸关系必须怎么样呢 和平发展 这个就是我跟筹长长 筹长跟所长 这个在上海的一个合照 基本上来讲 他对台湾相当的了解 尽管最近几年没有来 他从早期的话都行 而且他出版一本书的著作 就是说两岸交流 三十年 他在组织三十四年 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最后我要讲我的重点 就是我们这个背板上 这个台湾容器晚乡行 两岸乡村振兴发展交流会 这个主题 那我今年呢 带了将近五十个人 这五十个人之间分成来自 台湾的北中南 三个地区去组成的 那我只是 这个 这个大名为代表人之一 其他的还有三个团长 是这样子 那到了这个 完的话就是安徽省的简称 那安徽的任机呢 是台湾的三倍大 人口基本上也是我们的三倍多 那本来的话 是要到剥桌去举行的 那后来的话呢 就改代叫除桌 我从上网去查一下除桌的资料 结果呢 以前的话是怎么样呢 讲到贫穷 就讲到安徽的除桌 没想到今天的除桌 已经变成交通四通八达 拥有四百六十四万人口的一个城市 这是令人非常讶异 走到看到沿途 看到街上上 所以我们是考察这个农村 因为安徽省来讲 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农业 的一个地方 因为地方大嘛 农业还有一半的人口 全中国呢 十几亿里头 还有六亿多的农民 那安徽的农民呢 也是很多 所以我这一次去参加这个 台湾农气晚香行 这个单位呢 两部游览车 M图去看 农业的基地 有这个畜牧业的养牛的 还有这个蔬菜业 还有这种食品加工等等 那M图呢 吃这个这所谓的农家餐 那农家餐有农家餐的特色 那我每到一个地方 特别是到了一个叫做交线的地方 他就是叫做全交 那我们以为说这个这个这个香 全部都是种辣椒的 那这个我们里面的一个团人就讲说 那我是台湾的种辣椒的专家 那土地没有的 我全部派团队来这里种辣椒 先给农民给他收成的钱 保证回收 去种这个辣椒 都说一下因为台湾人口就有两千多万了 大陆十几亿人口 吃辣椒的人种口味的人真的很多很多了 所以那个辣椒的话 台湾的种辣椒的技术 其实我们台湾的农业说真的了 真的还是比中国大陆还进步 因为台湾曾经以精致农业作为一个具体的发展 我们台湾曾经有八万的精致农民的农业大军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世家 我们的凤梨 我们的茶叶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莲物 种种种包括这个橘子 那这些的话都是怎么样呢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农产品 所以安徽省才需要说 希望能够组织台湾的农会专家 到那个地方去进行交流 那我也很不负使命 找了几个朋友 那分别的怎么样呢 从北中南一起出发 到这个安徽来汇合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安徽到了这个河徽市 没想到河徽这个城市呢 已经有1200万人口 特别让我惊讶的是 在检介中看到 大的景致型 中间再加了一个米字型 那这交通是非常四通八达的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这个基础政策非常快 而且他们的效率很高 不是像台湾 要开发一条路 必须怎么样呢 要个几年的筹划 还要沟通 中国大陆呢 说拆就拆 把人民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马上就打通 这个交通往善 所以中国的这个基础建设 特别是交通 真的是非常令人压抑 每一年来的改变的不一样 这个是一个 这个 和回1200万的人口 给我的一个赞叹 那和回是现在呢 正朝向打造 成为中国第二个深境 也就是说他怎么样呢 从精致的工业 除了农业之外 很多包括 我去参观的这个半导体 特别是这个太阳能 哇 这个是怎么样呢 跟我们台南那个不能比 这个先进技术 不是我们在台湾 说我们台湾行 就是比人家行的 当然 也许我看到的是 最具体的代表 因为它不能拍摄 所以就没有发便 没有办法发便 因为基本上来讲 它是有一个情形 那最后呢 这一战呢 是来到这个 柚州市的蒙城县 这个柚州市的蒙城县呢 事实上来讲呢 是新石器时代就有了 他们这个时候 中国第一个原属村 我去看 我最有让我自己看到的是 什么呢 前所观音 竟然在他们那个 原属村 比活叫 还早的地方 他们就有这种观音了 那里还有一个 叫做什么 佛塔市 那我就 我请问他们 结果这样 怎么样呢 连一个和尚尼姑都没有 所以他们就是说 在宗教方面呢 可能的话 还是有受到一些 限制发展 所以 基本上呢 我作为一个 崇拜观音的人 看得非常惊讶 原来呢 事被观音 早就在 中国第一属 新石器时代 就已经有了 这是令我非常压抑 到了蒙城县 我们参观到最后一站 叫做 土桥村 这个土桥村呢 是 对对 这个 这个是我捐了 三千块人民币呢 这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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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台盟 一个主委 安徽省的主委 叫做林明 这位女生 是一个 女强人 她叫做 王以静 她是副主委 虽然她是副主委 实际上是 她在当家来的 就整个台盟 她一连 在安徽呢 有她当家 大家都知道 主委的话 就是有活动 她就出面 主委的话 她本身是一个 心脏外科 医师 我到了这个地方的 土桥村以后呢 看到她是什么 中国最继典范 大家可以查一下 中国脱贫 就脱离贫困 脱贫自负 最成功的典范 就是 安徽省 蒙城县 土桥村 那我到了那个地方以后 听到这个地方呢 我就当场呢 就认养 这个地区的小学 我说我30个学生 只要她有功课有进步的 上一次考90分 这次85分不算进步 上一次考50分 这次考55分 就进步 所以我提出30个名额 每个人给100块钱 作为进步奖 这样一个激励 也受到她们的一个非常 一个一个鼓励 就是说啊 没想到 这个来自台湾 台湾政府党主席 还对这个怎么样呢 乡下的农民的子弟 这么有爱心 其实我就是出生在台湾最贫穷的蓝头县的 最贫穷的积极大山上的一个小孩 所以因为我受教育改变我的人生 所以我看到这个贫穷地区 我都会怎么样呢 一直想要激励 他们设计的一个村落 那基本上来讲 这是一个总结 所以在这个交流的 这个我在最后一个总结 的座谈会里头呢 我是提出以高端荣业 还有精致中药 来开展精致荣业 提高农民收益 作为我的一个 给他一个建议 我觉得 你还是种那个花A菜 那个是 农民是必须的 但是你如果是种比较高端的蔬菜 那基本上来讲 你看看台湾有很多 比如说这个 南瓜也好 又好重 然后呢 一颗就可以 不知道多少钱 卖到这个人民币呢 10块钱 30块钱 那总比一堆 买下去呢 还是这10块钱 就买一大堆 这样的一个东西 第二个呢 我是研究中医药的专家 现在的人 说不得不好 帮这个怎么样呢 酸找人呢 一斤现在3800块钱台币 也就是将近1000块钱人民币 那这个地方去把它种植下来以后 现在全世界越文明 大家玩手机越晚睡 失眠的人口 脑筋都会 我们讲算脑雾啦 就是因为睡眠不加嘛 晚睡嘛 晚上没睡好 这脑筋都要记忆力的丧失 你吃这个酸找人 下去以后呢 他可以体会 当然酸找人 需要炮制的机器啦 我是除了这个研究中药之外 同时我也是两岸 少是研究中药 炮制谁的一个专家 那必须要用醋去调酒 一起来炒 那近年来呢 台商台气来到安徽县 他可以抢先机遇 那我鼓励啦 那个安徽来讲 现在正式向台湾 也是在有很多优惠的测试来招手 那大家如果想要去农民的话 我建议到那个地方去看 平地一大片 简单就可以种植 只要你有技术 基本上来讲呢 都能够怎么样呢 非常容易的达成 这是我给大家 在这个台湾农季晚乡行交流以后的一个感受 给大家参考 再来我要觉得我是这样呢 我是姓林 我姓林我骄傲 为什么 我今年的2023年10月26号 应福建省姓氏研究研究会 民事委员会的邀请 参加福泽树 长乐笔甘召开的民事委员会 换届大会 所以这个换届大会中 给我一个首席民意会长的身份 上台致辞 我去的时候我并不了解 我有这个身份 是到了那里以后 他们这个是说 我决定去了以后 他们有私下前置作业在开会的时候 觉得说我的协力又很高 然后我是福建普天人 所以基本上来讲 很适合给我这样一个民意会长 当然民意会长不是只有我一个 但是我是排在第一个 所以我觉得很骄傲 就是这样子 那在这个上台致辞中 我围绕着敏台林氏 雪龙一水 两恩赖一家 以及林氏以忠孝传家的优秀 加风加信 作为一个自主的核心 事实上 我在这个结缘 在这个地方跟林氏伟的结缘 是来自于几年前 还有两岸交流的时候 他们的创会长叫做林伟公 来台湾百姓论坛的时候交流 因为我是坐在台上 他跟我认识以后 他要回去以前 找我一个人私下交流 我以为是找很多人 没想到只有找我一个 他说 他看到我在那个活动现场 的行动力很足 人脉很广 是不是可以请我在台湾 能够怎么样 建立跟林家的一个团队 我说林氏中心在台湾不是有很多会的吗 比如我了解的还有世界林 世界林是在台湾成立的世界林 还有台北市的林 还有台北县的林 还有台湾省的林氏中心 他说这些人已经藏起来以后 都是挂着的很少互动 所以我就开始组织了一个 我就举行了一个什么 林氏中心心愿景论坛 结果我一个月我就组成了四百个人的团队 结果很多人看到我的群组这么多 结果来里面就给我怎么样 翻勤了 结果我去找那个跟我翻勤的人 他说你干嘛帮我翻勤呢 他说我们这个林氏中心愿总会也不够是两百个人 你怎么一下子就四百多人了 你们都也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什么台北市 也不参加我们台北市的中心会 也不参加这个什么总会 你自己就令己如造了 我说后来我就化整为零了 我把它改成四个群职 慢慢整理个精神 好 那最后呢 我要怎么样呢 分享一个最后一站 是2023年12月21号 也就是还没有到啦 但是已经都团都成型了 应和别省 智州区的邀请 我只租了33人的容器考察团 前往智州考察 那我想呢 等到考察回来以后 我就再做一个具体的报告啦 因为我是 我第一个中医师执照 是在石家庄的豪城那个地方 我去那时候去行医 那时候我看一个病人 才人民币一块钱 我做一个怎么样呢 从这个井后面的挑刺 结果呢 可以治白内障 把白内障 就是要吃了 结果呢 基本上来讲呢 是这个怀念这个石家庄 所以他都参考 参访第一站是石家庄 所以我就决定呢 去参加 那 2024年两岸的关系 应该要更融合发展啦 我经常提出的 战争没有赢家 和平没有输家 两岸的和平 可以共享经济的效益 因此我作为台湾进步党的主席 为了落实 深耕台湾 融合两岸 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这样的主张 我具体以行动 来做出我的具体的共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各位